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我们把这个统统碾掉了 因为讲故事 要讲一个终点 没什么意思 浪费时间 诸位可以参考 这个参考的书很多很多 是齐托太子 是一位过的齐托太子 跟徐大多长者 两个人发心 提供了这个道场 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们 在这个地方修行弘法 两个施主 那两个施主 原本呢 发起要邀请佛陀到社会过来讲经洪法 就是这个徐大多长者 徐大多的外号 人家叫他戒孤独 因为他很慈悲 家里面很富有 常常照顾贫穷孤独之人 这是一个大慈善家 所以人家送他这个别号 不叫他的名 借孤独掌承 都这么要称呼他 这是个对他很尊敬 很赞叹的一个称呼 他邀请释迦牟尼佛来 但是世尊的常随众 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加上世尊一个人 年轻二百五十六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不是接待几个人 要接待这么多人 那一定要找一个相当宽大的地方 来供养佛 这才表示尊敬 那么长者到处去看了一看 看中太子的别墅 这太子别墅 是个花园别墅 很宽敞 园林也很美 房屋也够用 一千两百人住下去 可以能住得进去 就跟太子商量 买他这个别墅 来供服 买的时候太子就问 你买我这个干什么 我要供养释迦牟尼佛 太子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何人呢 也不知道 就跟他开玩笑 听说你家里黄金很多 我这个原子卖给你可以 你黄金铺多少我就卖给你多少 黄金铺地 借骨度长者 他就很认真 回家去开了仓户就搬黄金 就来铺地 太子一看到这个情形啊 非常惊喜 就问他 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人 你肯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请他 他就把释迦牟尼佛 简单跟太子一介绍 太子听了很关系 功德我们两个人做 不可以你一个人做 这个借骨度长者说不行 我要一个人做 我家里黄金还够 可以铺满你的园子 这个太子一想的时候就没法子了 他说如果你要不让我参加 好了我地卖给你了 我这些树木花草总是我的啊 我通你要不可能我合作 我全部我的砍光 那一砍光变成荒地了 就没有意思了 借骨度这才答应 好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合作 请述借骨度圆明 西陀太子的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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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铁骨度是被既乎都长长埋去了 两个人呢 做这个功德 做得都非常欢喜 西陀这个名号也是翻语 意思是战胜 是过往在一次战争里面打了胜仗 宫廷里面来报告 他皇后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他很欢喜 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起头 战胜的意思 战胜的意思